哈囉 我是Chris 今天在小磨坊的Cooking Studio 想要介紹給你們一個生菜沙拉 但是我這個生菜沙拉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點 而是我會用炒過的蘑菇 如果家裡沒有蘑菇的話 也沒有問題 我們就隨便什麼菇類都可以 我們所有的蘑菇要去對切 然後我們這些生菜類的 像我們的沙拉或是番茄這些的 我們就先洗一洗 洗完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不會是要把它瀝乾 否則我們沙拉待會是絲絲的也不好吃 然後我們就調一個沙拉醬 沙拉醬裡面我們就是 符合了我們的紅酒醋 胡椒 鹽 糖 跟最後最主要的 蒜風味油 為什麼蒜風味油這麼簡單 重要的是因為它的香度一出來了 我們的整個沙拉才會有味道 OK 我們的 沙拉醬一調完了 我們就把它放到旁邊去 然後把我們的蘑菇去炒它 我們大概就是中火去炒 5到6分鐘 炒的時候加一點胡椒鹽 然後我們是用蒜風味油 蘑菇炒完了我們就把它放到旁邊 不要直接放到沙拉裡面去 因為它很熱 所以我們的沙拉如果一接觸到這個熱度 它就馬上會變得很爛 味道不好吃 差不多冷了我們就把它跟沙拉混合 然後把我們的沙拉醬加進去 混合就好了 這樣就OK啦 又簡單又好吃 小莫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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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莫芬